看过法医秦明第一集之后,很多观众纷纷表示剧中张若云饰演的秦明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,期待这次又有什么新突破。 这次法医秦明之幸存者由企鹅影视聚合影画出品,公安部经顿影视文化中心联合出品,由秦列办亲自担任总编剧和顾问,网友趁期待感爆棚,刚好结束法医秦明之清道夫,又来看法医秦明之幸存者,网友趁感觉暑假真的好幸福,破案题材的电视剧也广受大家的欢迎。 虽然每一部的秦明大大不一样,演员也不是原班人马,但法医秦明系列的忠实粉丝们表示还是要追起来,虽然换人了,但企鹅的质量还是有保障的,剧情依然很精彩,认真严谨的超人化身正义法医,为求真相与世者对话,路途崎岖但从不退,却小路从改衡了法医,匹帅匹帅的他在剧中也是圈粉无数,实力派经超真实演技大赞,还值得期待的。 最重要的原因是老秦就是专业的法医,片中呈现给我们的都将是非常专业的,小路总的手法也是相当到位的,网友们不由感叹,剧组有这样的演员也是很幸运的,还有观众大赞道,这是被演艺事业耽误的法医人才,逻辑能力很强,演员都这么认真,观众们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,不得不说,这才是真正的演员,不是靠脸演戏,是靠脑子的。 除此之外,这版的陈诗语也很美,比较符合原著演技好。